请你跟我这样过 聪明过生活 幸福多更多 欢迎收看 请你跟我这样过 请你跟我这样过 好家再好智慧 痛经罪魁祸首 凶手竟然是他 刺发就是谁害你的 那个人就是原发的凶手 找不到凶手 就叫原发性痛经 所以有些人在旌旗前后 就格外的容易 有一些过敏反应 他以为是感冒 所以以前我们讨论过 旌旗是不是比较容易感冒 其实研究显示 并没有比较容易感冒 那时候觉得它很玄 为什么莫名其妙 影响到那么多的器官 现在知道答案叫做 筋疼发作难抵抗 女人有苦说不出 面对筋疼要怎么办 精彩内容千万别错过 汪花你怀孕了这段时间 你会不会开始有点怀念 以前有旌旗的时候 不会 是吧 旌旗不是 不是说到你没有 有的时候你好怀念他 有的时候觉得嫌他讨厌 不会 不会啊 是因为你以前旌旗来的时候 会有不舒服吗 多少会吧 对啊 可是很麻烦 你要一直去上厕所 要记得更换 不然就是过敏 对 所以虽然筋疼 它好像不算是一个病 但是痛起来也是要人命 真的 所以今天我们针对了 筋疼这个部分 要来好好的探讨一下 当然它有分不同的方向跟领域 首先我们探讨的 第一个方向就是 是原发性的筋痛 对 来看看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五大点 对 包括了这个月经来 前几天或前几个小时会开始痛 延伸到腰后背部大腿还会头痛 还有筋鸾性的疼痛或是胀痛 或是两种痛都有 另外18到26岁最痛 生完孩子可能不痛了 以及痛到脸色苍白 四肢发冷 头晕恶心还会呕吐 这里面有几个症状 连我都常常听到有女生会如此 会 我就是那种标准会痛到地上打滚 然后是会昏迷 然后醒来的时候 昏迷好严重 搞昏迷 因为我有一次是去出国 跟家人出去出国 然后刚好要回来的当天 月经就来了 结果在机场的时候就开始觉得不舒服 然后我就去厕所蹲 结果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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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出来之后 刚好有一个草地阿姨就看到我 我是整个发白 然后很严重地蹲在地上 出来开门都是很夸张 没有办法好好开 然后当地机场的人就推轮椅过来给我 然后好像等到我正式清醒的时候 就是我已经开始有自己 已经到台湾了 没有 我就差不多 我是人已经在飞机上面 就是怎么过海关 怎么办事情都是 所有的人帮我弄好好的 你是常常这样痛吗 那一次是最严重 但是我几乎每一次来 第一天都会很痛 所以我现在已经变得有点习惯性 就是会吃药 除非我今天不用工作 不用工作我就觉得说那就忍 但是如果我知道我要工作 我可能他只要一来 我就赶快先吞药 因为在他还没发起来之前 我就先把他压下去 正确 对 那你是很多年了吗 这种种方法 很多年耶 也是真的差不多 最严重好像真的就是18岁到26岁 我在那个期间是最严重的 那增完孩子之后 可能就不痛了啦 可以吗 可以改一下 你算是开除方签给他就可以了 就是这意思 上面写的啊 可能就不痛了 欣怡呢 我是生小孩之前都会痛 可是生完之后就好像就好了 而且生完小孩 就几天就是几号 几号就是几号 你这样听起来 你刚刚开始出发现在是对的喔 对 所以我不是到26 我是到24 因为我25岁生小孩 生小孩就过了 后面就没有 我后面的话就只有 要来的前半天会痛 例如说我早上来 晚上睡觉前就觉得 闷闷的腰很酸 预兆 今天可能会来 然后隔几个小时就来了 那李懿呢 我以前比较少女 就是国高中没有那么痛 我是大学之后才变得很痛的 但是我觉得我的筋痛 好像跟那种 生活作息不正常 可能有一点关系 因为大学的时候 你可能很常熬夜 然后外食 然后喝饮料 喝冰的这种东西 都不甘愿睡觉嘛 对 都不甘愿睡觉 然后可能那一阵子 然后几乎每天都 早上五点多才睡 然后我后来之后 五点才睡 对 那你到底有没有在上课 面来说到底 五点多睡 五点睡 吃早餐直接去上课 那这样才清醒吗 清醒 清醒大学是精神最好的时候 而且那时候来我就是 开始调生体 我自己调 我自己每天早上喝一杯温开水 然后我戒掉所有冰的东西 和戒掉所有的饮料 我现在只喝水 那还是五点睡啊 没有 现在就是作息几下正常 然后后来 就两点睡了 没 早三个小时 都三个小时 好一些 慢慢慢慢 大概过了两三年之后 我的筋痛才慢慢地不痛了 然后到现在它几乎 它要来的时候 我都不太会有什么感觉 对 好 所以陈医师 这样听起来的话 这个原因是因为出在这里吗 还是说是为什么会痛成这样 痛经大概是女生最常见的毛病 我们有一些统计 大概一年之内 你月经当中会不会痛 十个女生有九个 在过去一年当中 一定有经历过痛过 甚至于有三成的女生 会连续三个月以上痛 那为什么叫 这样子原发性痛经 我先讲什么叫原发跟刺发 我们在医疗上 找得到原因就叫刺发 刺发就是谁害你的 那个人就是原发的凶手 找不到凶手 就叫原发性痛经 可是原发性痛经 以前找不到凶手 其实现在是找得到凶手的 那我们来分享一个 我分享一个痛经之歌 这个趁这个机会告诉大家 其实这首歌里面就告诉你 所有痛经的概念 我念一下给大家 我以为你真的要唱的 我没有这种歌 我本来是要用唱的 但是因为没有伴奏 没有伴奏 我没有信 你可以学张帝 不太是 我念一下 好 来来来 痛经是一个很玄的东西 如影随形 无声由雾息 出墨在夜 而且我无力抗拒 对 没有音乐 我们就不能用唱的 我高度怀疑 皇国人士当初应该有 痛经的情形 写这个 所以其实他当初为什么 我们叫原发性痛经 因为那时候觉得他很玄 为什么莫名其妙 影响到那么多的器官 现在知道答案叫做 前列腺术 每次一讲到前列腺术 女生都会说 我身上为什么 我没有前列腺术 为什么要有前列腺术 前列腺术是身体里面一种 你说氨基酸 或者一种荷尔蒙也算 其实它跟身体的发炎 有很大的影响 它也是很重要 引起你身体很多的器官 包含肌肉的收缩 包含血管的放松 所以在痛经的人 有四个现象就很严重 它会使得肌肉强力地收缩 所以像如智那个叫做 筋软性的痛 基本上一定是筋软性的 痛到窝在那边 那另外一个 它会使得血管放松 这个血管放松 会让你的 尤其是脑袋的血管放松 所以你很容易头脏痛 那第三个 它会让肠胃的蠕动变慢 所以多数的人 常常经痛的时候 他的表现就是肚子脏 脏到受不了 那这一脏会压迫到很多地方 所以你连你的腰栓 下脆管会格外地严重 那另外它会影响情绪 因为这个前列腺术 会影响其他的一些 脑袋的一些相关荷尔蒙 所以你的情绪波动会很大 也许你以前不容易生气 这时候看什么都会比较不顺眼 那最后一个 它甚至会 因为你知道我们过敏 人为什么会过敏 其实跟很多东西突然的变化有关 所以为什么季节变化的时候 过敏容易被诱发 你体内这种前列腺术 波动大的时候 你也容易过敏 所以有些人在 旌旗前后 就格外地容易有一些过敏反应 他以为是感冒 所以以前我们讨论过 旌旗是不是比较容易感冒 其实研究显示 并没有比较容易感冒 除非你那时候流血太多 刚好又受寒 那是一回事 要不然你旌旗来讲 主要是你的一些相关过敏 类似感冒症状会比较严重 那大家都说吃冰的感觉黄 好像会加剧 是吗 对 其实在西医没有这个证实 但是我要先讲 我看一下对面 我会知道谁痛经 我们就说走近才知道 真的假的 你看脸就知道 第一个 第一个白 通常白就是有点贫血 白 贫血的人 其实贫血的人容易痛经 或者贫血的人也容易经血多 经血多又贫血的人 痛经严重 第二个 胖的人跟瘦的人 其实痛经比例不会差距太远 但是只要有在 那第三个 展男女生必须曲线窈条 所以她可能要穿得少一点 会露出身体多一点 因为衣着会比较紧 她这样子讲 不是每个人都说 我超痛的 我的肌超痛 不是吗 没有 我讲当展男女生 刚好想往胖子那里走 我讲说我往黑人那里走 我讲的是说 难怪我没有办法当展男女生 都不痛 我经痛有好处 我刚才就默默地想说 难怪我一直动的筋痛 是什么这样 但是我要讲说 大家可以当展男女生 但是不要走这种方向的展男女生 也就是说 你如果白 可能是真的保养出来白 不要是利用贫血来变白 这样就不好 另外衣着上 我还是觉得保暖很重要 五千年的智慧 其实在 我觉得黄总人 对于 不要去冷到 寒到冷的食物 其实这个避免 真的是有帮忙的 但是刚刚李毅有讲到 他说他凌晨五点才开始睡觉 所以黄医师 有没有什么生活习惯 可能会导致我们原发性筋痛 或者甚至它会更加重的 其实我们在看筋痛这件事情 从基督神经医学的角度来看 我们就会看他的骨盆的状况 对 那骨盆的状况 很多人会觉得说 那个骨盆我怎么知道它怎么样 如果你是常常穿高跟鞋的人 你会发现它比较浅倾 意思是说 我们在腰椎这边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弧度 感觉臀部比较翘 通常如果臀部比较翘的人 他痛筋的比例也比较高 这也符合女神的要件 对 也是女神的要件 对不对 对 然后另外的话 另外一个女神的要件 就是要翘脚 就是翘脚 一定要的啊 每一位都翘脚有没有 对 全是比较短不翘会露出来 对 那有时候像李毅 这样就是已经很扭曲了 就是要这样比较歪的这种 他这种 他这个就是标准model的那个线条 对 他就是整个会有一个 倾斜的角度 可是代表的是 我们在骨盆这个地方 它是从腰这个地方 就开始扭了 就已经转了很多了 然后持续这个姿势 只要超过20分钟 基本上我们的身体的肌肉 会开始会有一个习惯的 惯性的建立 那之后呢 你会发现有些人 他们只能歪一边 他们另外一边就不行了 就是不顺了 李毅 你换另外一边看 不顺 真的不顺 你会觉得这边卡卡的 你没有办法舒适地做 对 会卡卡的 对 这个已经到一个程度了 就是骨盆有一些状况 有一些歪斜 那神经在里面的传导 就会受到阻碍 就会受到干扰 所以他有时候就会 释放出一些发炎 或者是一些疼痛的这种反应 就跟你的骨盆状况 有很直接的关系 难怪你看到 黄医师来我们节目很多遍 黄医师很少在翘脚 真的 你有没有发现 他坐姿就是这样 非常标准这样做 就是怕会变形 对 要正确地示范 对 那顺青不会 我有翘脚 对 你才不好说 很多痛经的案例吗 对 就是至少要有一点 宅男女神的那个就是 就是在翘脚 可是刚刚在讲 都是宅男女神 会有一些女生就说 我没有 我并没有一些问题 为什么我一样痛呢 之前有个女生就是这样 她就想说 听人家说 筋痛的时候 来点甜的 会缓解疼痛 所以她特别的就是在 筋痛那几天 或月筋来那几天 她就会认真把她这个月的 扣打的甜食 都放在那个礼拜吃 有一次她就跟她的 副产科医生说 我觉得很奇怪 我一定要吃这个止痛药吗 像人家吃甜食都有效 为什么没效 结果医生就跟她讲 吃甜食有效 十五 只有当下 因为甚至以你这种体型 因为她本来已经比较胖了 以这种体型 然后再加上这个情况 你吃甜食会让你更痛 所以她跟她说 要不你试着做一件事情 她说你不但戒掉甜食 而且你稍稍微微控制一下体重 不要很快速的 她说你慢慢的 她说过几个月 你就发现没那么痛 很妙 她减肥 但是她没有痛 所以这个算是一个方法 对不对 当然刚刚如之她是吃止痛药 她也是一种方法 所以当你筋痛来的时候 总是要有一个方法 让自己舒缓掉 我就是吃甜食的耶 就这样子 我整个冒冷 她想说就是我耶 那不是有用吗 你有没有告诉你 我会想说喝热的 对 热的水怎么会有用 你喝到水一直想尿尿 不是更不舒服 喝热可可 因为甜的会让你很high 有sugar high的感觉 然后奇怪人家说 就是那个 就是月经完减肥 应该是蛮好的事情 其实我们都一直掉不下去 我发现 我原来是因为那个什么 在旌旗的时候一直在吃甜 然后又喝甜 可是我是 崇尚不吃止痛药的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如果 止痛药这种东西 你一旦吃 你就会开始依赖它 你怕上瘾 这是你的 来 李懿呢 我也是崇尚不太吃止痛药 所以我都会就是 放暖暖包在那边 然后可是因为暖暖包 以前的时候 它没有那种可以黏 或是什么的 我会放在这边 然后有一块布 然后把它缠着 然后就这样子去上去 这阿嬷教你的吗 古早包 好古早味喔 不是 你就会不想要 因为你一拿掉 它变冷了 它就会开始痛 你不知道为什么 不是 你同学不会说 小姐你怎么吃太饱了 没有 而且我都很明显地跟人家讲说 就是我这里就是有敷暖暖包 然后我就会敷着 然后绑着 可是有一次 我绑在那边 我从早上绑 然后绑到晚上 大概绑了有十个小时 我一拿下来 我就被烫伤了耶 我这里被烫出 你没有感觉烫伤 没有 我这里被烫出一个水泡 没有 那个叫低温烫伤 没有先隔一层了 没有 我没有隔一层 我直接附在肚子上 然后那时候我才这样 因为你不会觉得 男的很不知道 温度高成这个样子 但时间太长了 她温度没有高 因为他们 就是很多女生 其实出现这种状况 就是所谓的低温烫伤 她说其实 你觉得她还好 可能40多一点点 可是事实上 持续放在那边 你的皮肤还是 持续在吸收那个热能的 所以他们陆续会看到这种 直接贴了 没有隔一层的这种人 会出现这种现象 就是烫伤 其实热腹对于任何疼痛 都会改善 不过不要小看温度的影响 你知道温度只要时间够长 比如说我们身体体温 是36 7度 你42度以上 你放久就会 我们现在减肥 有一种低温溶子也是一样 你只要4度C 还没有到冰箱的0度C 你放一个小时脂肪 也会坏死掉 所以要小心温度 那医师反而 比较建议的是止痛药 是不是 好 对啊 其实我要先讲止痛药 没有 不好意思 你讲止痛药 我讲到那个减重去了 对 前面那个笑声有点假 完全是在附和你们的 你知道吗 没有 我常常说 止痛药背了很多黑锅 其实我们这个部分 是讲的是原发性筋痛 就是前列腺素引起 其实真的在所有研究里面 针对前列腺素这种痛经 因为止痛药不外乎几个错觉 第一个 吃久了会依赖 第二个 吃多了会伤身 第三个 吃久了会没笑 对 你们都这样想过 到底是被谁洗脑的 对啊 都他们的心声 第一个 会不会依赖 其实不太会 还是跟你的疾病本身是有关系的 那第二个会不会伤身 其实我要讲 止痛药有非常多的种类 对痛经来讲 它比较属于某一种种类 那这一种种类会不会伤身 其实它我们应该标准说法 应该会影响肾功能 肾功能的分法有很多种 它其实是影响肾小管的 对于某些水分的再吸收 所以的确短期使用的时候 你的排尿量理论上会少一点 可是你主观上感觉不出来 那这个好玩的是在怀孕的人 我们有些怀孕 他如果养水太多 就宝宝的尿太多了 我们有时候甚至会开 这类药给妈妈吃 吃了以后 宝宝的尿会减少 他养水就会少 但是在一般人 你主观上不容易感受得到 所以你说会不会影响肾功能 会 但是会不会让肾坏掉 很难 除非你大量的吃非常多 而且这种影响叫做可塑性了 可回复性了 就是你没吃它就好了 那第三个会不会吃了没效 这点的确有可能 因为我们要知道 前列腺素的代谢 有非常多种不同管道 当你 比如说我有五个路径 可以代谢这个药 代谢这个前列腺素 你用这个药可能把AB这两条路径挡住了 久而久之 这条代谢管道会走CDE这三个代谢管道 所以你就觉得比较没用 其实这时候不一定要吃到更高级药 有人说你看我之前吃这个药没有用了 其实你只要换不同种类的药 不同种类药没有比较强 最重要我要修正一个观念 其实前列腺素就很像倒骨牌一样 我每次都请我病人 一点点痛赶快吃 不要说痛到很严重 那骨牌倒到很严重 你就会要吃很多 所以心态上常常一开始吃有效 第二次他就想说 那我试看看晚一点再吃会不会比较好 那晚一点再吃 其实就要吃两三颗 他就觉得你看我病情变严重 其实那是错觉 所以有人认为说 一开始吃一颗后来变两颗 就是因为原因出在这里 对 其实你早期好好的吃 多数可以大大的改善 我们刚才讲 原本心筋痛是18到26岁 通常26岁以后慢慢的会比较好 可是有人就说 那26岁就不痛吗 也不是 就有待会提到的刺发性 还有人生很多的烦恼 都会让你更痛 好 那除了止痛药 有其他的选择吗 是的 那在医疗上 其实医生真的很可怜 我们的工具也只有药物 再来就手术 比如说有的人是精血太多引起的 那我们会让精血少一点 那避孕药就是一个好选择 避孕药可以让精血少 避孕药可以让月经规则 避孕药可以让你荷尔蒙波动减少 所以有些避孕药它是取得许可症 是可以改善痛经跟精血过多的 那第三个 如果你就是精血太多 那我们也有用一些手术方式 让内膜减少 你的精血少 痛经就会改善 这有些简单的方式 最后一招真的不行 当然因为我们不会叫你们拿子宫 我是说在手术的方面 我们可以把传达痛觉的神经 把它稍断 剪断 那这有两大类 好像很不错 这个不是 你这么年轻 你都在想说要把神经剪断 这个不是 对 没感觉 可是这不是隔空点穴 它是要用腹腔镜进去开 打洞进去 对 要打洞进去开 老实讲恢复是蛮快的 我们在痛觉神经传导 在子宫后面有两条重要的神经 所以它可以把它烧断掉 但是这个我要先跟我讲 尿尿还有排便的神经 有时候也跟着去走 不用太担心 也不会说切掉以后就不会尿尿 就失禁 会不会失禁 不会 但是你对尿尿的感觉 会略为变差一点 你可能在手术完一两个礼拜 你有时候要去厕所 要稍微蹲一下下 可是一两个礼拜以后就好 因为我们很多的神经 是有彼此有重新分布 那这是第一种在子宫后 另外一种是比较更高等级 因为我们神经通通 慢慢传达到最上面 其实在神经节的部分 我们可以做更高的 神经的这个切除 但这个的效果比较好 八成以上都会改善 可是它对于排便排尿的 这个影响力就会更大一点 简单讲你要改善越彻底 你间接的影响就越多 我们不是很鼓励这样的刀 就是把总快关都关掉就对 所以其实它也一起关掉 会 因为它的神经 汇集到一起上面来 可是这样子也有风险啊 因为如果你有些其他疾病 导致你的筋痛或不舒服 你就没感觉了 你不知道就会啊 对 你没有运气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所有研究 我们刚刚提的那几个药 治疗里面 真的 又有效 对 其实刚刚说止痛药 虽然止痛药是 其实是很合理的方式 但是也要合理使用 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候 你的问题不是只有疼痛而已 你还有其他的问题 比如刚才陈医师有讲到 有些还有筋血过多的问题 像之前有一个妇女 她就是其实 她筋痛合并有筋血过多 因为她其实可能是 有一些肌瘤或什么的问题 但是她那个时候只是想说 很简单啊 反正我就吃止痛药 不会痛就好了 因为她们对筋血的量 是不在意的 想说反正大不了 就用产妇型的 或夜用型的就一直用 可是她没有想到 其实她越来越严重 她的筋痛可能 她用她的止痛药是控制住的 可是她的筋血 并没有因为用止痛药控制住 所以她是到严重到什么的 有一次她是来的时候 是一个大血工 到她昏倒休克 因为她大失血 然后整个送 直接送急诊 直接参了送加护病房 因为她说你已经快要 心脏衰竭了 因为你的血 就好像被人家切断 你的骨动脉一样 突然间大失血 那个血量太惊人了 所以医生如果你去看 他不会只给你止痛药 他甚至可能给你一些 什么子宫内避孕的 那个有药的或什么 去帮你做筋血量的控制 所以我觉得止痛是 经过医生确认说 你大概就是吃止痛药 把它开给你 而不是自己觉得说 那止痛药你说可以用的 那我就去买 这是很必须要注意的事情 不过刚刚听下来 好像真的痛起来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比如说 弯曲 蹲下来 凹着就对了 对不对 不过黄医师 有没有什么样的动作 我们比较可以建议大家 比如真的痛起来的时候 可以舒缓的 我们这个动作是可以做 但是其实就是像 刚刚陈医师说的 你要在开始准备痛的时候 比方说我现在有点闷闷了 然后我知道几个小时之后 可能会开始痛筋 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做了 好 来示范一下 来 黄医师 对 来 我们这个动作 我们需要的道具就是一张椅子 这椅子不是用来做的 是用来辅助我们站立 那我们就是离它远一点点 稍微跨两三步 然后我们把身体 曲到一个跟地面平行的感觉 然后这个时候 你要觉得你的腹部是往内收 然后我们要拉 把整个后面 就是在骨盆这个地方 然后腰椎这个地方 全部都把它拉开 往后坐到最多最多最多的时候 就稍微停住 然后30秒钟 有一些后腿比较紧的人 这个时候后腿已经有感觉了 对 那你就把身体稍微往前挪一点点 因为我们主要的重点会是在 臀部这个地方 然后呢 停住时间大概30秒钟 然后稍微往前 然后去做一个休息 然后在做的时候记得不要憋气 所以我们可以先吐气下去 然后慢慢吐 慢慢吐 吐到尾巴之后 然后再慢慢吸 然后30秒钟之后回来 那有些人他会觉得说 我在筋痛的时候 我肚子就已经很难过 没办法站着 那我们就蹲着做 就蹲着也是另外一个方法 对 我们就是一样扶着 然后一样是透过这个椅子 让我们有一个地方可以抓 抓过之后把身体整个拉到后面去 像快要坐到地板一样 所以我们在腰椎这个地方 就会有一个很长的延伸 然后这个也很适合 就是有一些比较久坐办公室的人 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说碗 脚尖应该不能踮起来吧 对不对 对 他就是一个往后 整个坐下去的感觉 被抓包了 对 然后会发现 有些人腿没有办法就是密着 有些人腿可能会开开的 那没有关系 你就是尽量把脚夹紧 然后身体往后 往后坐下去的感觉 然后停住一样三十秒钟 然后慢慢起来 那不管是哪一个姿势 在坐的当下 那个腹部需要特别缩 还是用力什么吗 稍微往内收 就是把整个身体 然后往后攻起来 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要稍微缩一下 那男生也可以有帮助吗 我也是可以 男生也可以 男生也可以 舒缓什么呢 我们的筋痛也可以 怎么会舒缓 就是腰这边的不舒服 有些人坐久了 臀部会不舒服 对 有坐办公室的 或者开车开很久的 都可以做一下这个动作 三十秒就够了 三十秒 对 然后我们来回做五到八次 好的 来 谢谢黄医师 谢谢 好 那这个原发性筋痛 我们了解 而且可以解决掉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次发性的筋痛 好 我们来看会什么样的情况呢 感觉以前不痛 后来才痛 而且怎么越来越痛 可怜 另外 金钱一周痛到 旌旗结束后几天 时间很长 对 还有直肠压迫的痛 延伸到腰背后 以及大腿 直肠压迫的痛 这是什么样的感觉 可以先解释这一点吗 这个其实是 主要是痛会有压迫的疼痛 这种压迫的疼痛 一开始胀胀 可是它如果压得更严重 压到神经的时候 它会传导到下半身 直肠压迫 其实直肠笨笨的 不太会有神经 它顶多就是排便 变比较细而已 应该是压迫到 直肠那个方向的不舒服 对 就那个大概是那个感觉 好 所以综合了这三点的一个症状 或是感觉 乙节有 像我就是 我以前年轻是不知道 什么叫经痛的人 然后自从生完老二的时候 就开始有经痛的感觉 你怎么跟大家是颠倒的 对 就是颠倒 所以你知道说 生完小孩会改善经痛 我完全是相反 不是 因为你以前不痛 对啊 就不痛啊 然后我生完老二就开始有点痛 可是那种范围是可以接受 你可以忍的 可是生完老三之后就越来越痛 痛到你必须要吃止痛药 而且是从一颗吃到两颗 然后吃到譬如说 因为它药效四小时嘛 对 我大概三个多小时 我就开始觉得痛了 所以一到四小时 我马上要再补一颗 然后我还会痛到后 左边的后 后背啊 后背下半部这边 就是腰这里 会很痛 然后我就会拿那个 酸痛的药来擦 然后加上贴布 完全没有效 这样还没有效 没有效 对 像其实我跟乙杰一样 像我年轻的时候不是痛 就是闷然后脏而已 然后我也是 就是生完小孩之后 然后就年纪越来越大 就开始会痛 而且我是痛到那种 就整个下半身都在痛 然后还会就是一下子发热 就热到你要开那种18度 然后开完在10分钟后 又开始好冷 冷到会打冷 那个打冷战 就是冷到不行 然后一步都不能走 颠倒 陈医师 这为什么会这样子啊 刺发性痛 生完才变宅男女神吗 不会吧 这个确实是 前面几位人妻 都是生完才红的哦 是不是 对哦 是不是 这个到我们诊 我通常会安慰她 这叫美魔女症候群 听起来也还不错 对 其实像刚刚讲到 原发性痛经 她其实跟前列腺素有关 的确是在生育过后 其实也不用到生育 研究显示 只要结婚就改善 但结婚要有良好的 婚姻关系跟性生活 如果结婚还没有改善 表示你的婚姻生活 或者是性关系 不是太美好 就是原发性 那次发性呢 那次发性呢 最主要是 她通常有个病灶 最常见的几个病灶 多数是类似 肿瘤内内膜异味症 这几类的情形 所以她点型就跟 原发性不太一样 她的时间点就没有一定 如果是因为 前列腺素影响 她有一定时间点 通常月经前四天 到来了三天之后 就会改善 你会发现她们几个 时间症状 完全变异性非常大 所以她们一定有 其他的相关的问题 那另外 次发性的痛经 她都是一个局部的问题 引起的 所以她比较不会有 远处的问题 比如说她这里不舒服 大概就这里不舒服 除非她经血太多 导致一些晕 不舒服 但是很少是 这里全身好几个地方 同时不舒服 比较少 所以像这一类的话 其实我建议要先找医生看一下 我刚才虽然说 原发性痛经 药物是第一首选 可是前提是 不是靠节目 或者Google来自我诊断 还是要先给我们看一下 确认没有别的问题才算 所以这几位 其实我会觉得 那一般会是 什么样的疾病有关吗 大概常见四大类疾病 其实最常见一个是 子宫肌瘤 那子宫肌瘤的话 因为它是一个良性疾病 它月经来的时候 它就会胀大 胀大它会压迫 可是这种疼痛 通常普通痛 因为胀胀的痛还好 可是因为它经血会多 经血多了以后 其实莫名其妙 我们刚刚讲经血只要多 它有时候会伴随一点 原发性痛经的表现 所以两位我觉得 比较像这个 第二个 更常见的叫 内膜意味症 内膜意味症就是 子宫内膜应该排出来 变成经血 它跑错的地方 跑到骨盆腔里面的每个地方 如果跑到肠子 你月经一来的时候 你肠子就胀痛 不舒服 甚至有时候吃穿肠子 有的人每次月经一来 它大病都排血 其实也是一种 那如果跑到输尿管 因为输尿管曾经有被绑起来过 那造成肾脏的水肿都有可能 第三个是我最近才有一个个案 叫做 骨盆腔的沾黏 骨盆腔很好玩 我之前有一些病人 因为沾黏 沾黏到哪里 就会有不舒服症状 包含肠子 如果半量肠子 它可能表现以肠胃的脏痛 不舒服为主 如果沾黏的地方是在子宫 可能子宫那种疼痛 甚至在新生活顶到的时候 就会不舒服 所以像这种就是 做个内视镜进去看 把有问题的地方剥离一下 果然剥离完了以后 它的疼痛就改善了 其实这台刀 我是救了他先生 我叫他先生要请我喝一杯咖啡 最后一个 其实是子宫肌腺症 子宫肌腺症 其实是目前我们发现 比例要越高 而且真的是超级美膜女症候群 就是只要年龄越高 随着年龄越多 没有生育 你子宫没有休息过 这个疾病机会就会增加 子宫肌腺症是什么呢 就是精血我们刚刚提到 本来应该排出来变精血 它逆流到 别的地方就叫内膜肺症 可是跑到子宫本体的话 子宫的肌肉里面 这子宫肌肉里面塞了血 你就知道 你如果在肉里面有塞血 你就知道 其实是会很痛的 所以子宫就越来越胀 越来越痛 每个周期它就越胀 来的时候其实蛮痛 而且 所以子宫肌腺症 是我们目前临床上 我们所有复伞科医师 都有发现这个趋势 好像越来越多 它衍生出来的 筋血多痛经 就很难搞定 因为它的药 这个痛 吃药有时候效果都很差 最后常常会走到 手术这一条路 不过你刚刚说 这个它是年龄越大 那大概是几岁以上 才会比较有这样子的风险 肌腺症吗 对啊 肌腺症我们最年轻 十几岁也有看过啊 所以肌腺症 其实目前我们就一直在挑战 它到底什么原因 当然文献很多 它可能跟你 精血涅也有关系 有手术过 内膜的手术过有关系 没有睡好 等等等 一大堆奇奇怪怪因素 但是目前真的没有答案 对啊 那你这样讲的因素 全部都直指离异了 医生我现在挂话 可是你知道 有时候好人不偿命 快那个 怎么还一千年 我都讲这些 我的意思是说 像他可能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可是他其实不会有那么严重 那所以生完小孩开始痛 这时间点刚好还是就是 因为有子宫肌瘤这方面 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好玩的研究 就是你从十几岁到停经前 我们每十年去做一个问卷调查 看你痛经的比例 会不会比较多 你可能会觉得 一定二十岁三十岁的人痛经多 因为乱喝水等等之类的 统计上痛经的比例 是差不多人数 也就是四十岁 甚至快五十岁 他也是会痛经 只是这个年龄 通常自己已经知道 你很痛得没人理你 因为你若结婚老公也不理你 如果没结婚也没人理你 所以好像自己默默地消大掉 说起来大行家庭就不太温暖了 怎么回事 这是现实生活是真的 所以照自己默默处理就对了 那二十到三十比较有人关心 感觉上比较多 但是问卷调查比例都是差不多的 只是原因可能是不太一样 年轻的是原发性的多 OK 美某女的话 美某女的话 大概就次发性的 机会就高很多 那我想要问一下陈医师 像我是因为经痛去给医生看 就有做检查 然后就有检查出 我有子宫肌瘤是七公分大了 七公分 算不算很大 有点大 有点大 然后我换一个医生 他就跟我说是子宫肌腺症 对 那我搞不清楚 那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 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你现在免挂号费就对 想办 就严重 或者直接问一下 我还看到陈医师 又跟你讲另外一种疾病 其实我教大家判断简单的原理 我们在复产 所有科的肿瘤 大概都分三公分 五公分 十公分 你可能也不要问我 为什么这样子 因为研究就是这样分 比较好分 大概像卵巢或者肿瘤 三公分以内 你都不要理它放着 但是以子宫肌瘤而讲 五公分以内我们可以观察 五到十公分看症状 十公分以上绝大部分 我们会建议它 一定要治疗 以前大概都有到手术 现在有一些有药物 可以协助改善一点点 我只能说改善一点点 十公分以上还是建议你手术 因为它已经太大 压迫到不舒服了 第二个肌瘤跟肌腺症 肌腺瘤有什么不一样 差一个字对不对 对 肌腺瘤是什么 它里面的确有点肌瘤 又伴随了子宫肌腺症 这种最惨 这种痛经通常会最严重 我觉得很痛啊 对 那下一步是怎么治疗呢 通常就是看你的症状优先 如果你的症状是 经血多或痛经 我们通常会药物优先 如果它的症状是 因为大压迫到 这个就不容易用药物来控制 可能会往手术那一方面 但是现在你要庆幸 女性的地位越来越高 还有对生活品质面的要求 越来越高 所以医疗开发出 非常细致的治疗 我举最简单的 以前如果大的肿瘤 就切掉就好了 对 那现在呢 可能不是整个切掉 我们可能肌瘤切掉就好 甚至于你不想开刀 现在有体外的 我们叫超音波刀 现在类似海浮刀 我们体外超音波 定位在那个地方 就把它破坏掉 也可以萎缩 但是这个很贵 然后没有伤疤 没有伤疤是真的 但是 好酷喔 我面影里头的情况 但是也不要太高近 要十几万 而且它不是萎缩小 也不是完全移除 那再往前 那我是不是可以吃药 以前吃药就是改成 吃药会有效是很快吗 吃药是改善症状 以前吃药就是让精血少一点 症状不要太严重 肌瘤不要太大 但是去年12月 今年在美国上市 今年7月台湾上市 也有一些 可以让肌瘤变小一点 但是不要太高兴 就是精血改善 痛经改善 肌瘤差不多萎缩40%上下 也不是不见 所以其实就是 你们的需求 只要跟医生好好沟通 其实现在很多细致的 一个治疗可以协制 所以它会变恶性吗 对 子宫肌瘤会不会变恶性肿瘤 它的恶性肿瘤 我专有名词叫子漏瘤 其实我们很多的癌症 通常会 后面会加一个什么什么癌 对 只有肌瘤跟骨瘤比较特别 你看到子宫肌漏瘤 或者骨头的漏瘤 这两个名词是一个不好的名词 它是一个恶性肿瘤 好 那子宫漏瘤 以前发生率非常低 号称两百分之一以下 但是这几年 我们自己都有发现越来越高 那什么原因我无法解释 是跟食物呢 是跟没有生育呢 是跟胖呢 是跟糖尿病 这四个是统计上有关的 可是我们常常发现 长这些通常不在这四个 这个四个危险因素里面 那是不是长得很大 一定是子宫漏瘤呢 也不一定 所以我只能说 所有的恶性肿瘤 都从小的开始长大的 你要做的就是追踪 如果它莫名其妙 快速地长大 还有一个 如果你停筋以后才长出来 一定不对 因为所有的肌瘤 都是靠荷尔蒙来供养它的 当你停筋荷尔蒙已经不见 它应该萎缩掉 它还在长 那就是不对 它就是一个坏小孩 它会变坏 那这时候就一定要积极地治疗 它多久才叫快速啊 如果一年内长到 从一公分长到七公分 一年内 那算快 算快 那它现在是七公分 它如果 痴发性痛经 刚刚前面讲的第一点是最重要 以前不痛 现在痛 而且越来越痛 对 这个一定是有问题 要找医生 好 好不好 那除此之外 好困难 好困难 对啊 对啊 它现在的感觉 心理的感觉比 很浪 比那个筋痛还要难过 对啊 对啊 好可怕 好 那除了这一点以外 子宫内膜异胃症 它在医疗或处理治疗的方法 其实简单来讲 它竟然是内膜异胃 跑错地方产生的 一个方法就叫不要迷路 对不对 不要跑错地方 不好意思 现在没有GPS定位 也没有办法达成这个功能 但是一个方法就是不要产生内膜 就是不要产生精血 所以所有的药物就是抑制它产生精血 包含以前最简单的避孕药 避孕药会让它减少 然后也不会乱流 那第二个就是抑制它的药 更强一点的 我们直接把它阻断掉 以前有一个男性荷蒙类似物 叫辽德高 现在也有另外新一类的 反正医疗再进步 以前一天要吃三颗 吃得你长胡思 对啊 猴杰都出来 声音变粗 那既然这样我们就开始开发 副作用的少一点 甚至一个礼拜只要吃两次 这就是医疗再进步 让你偷懒一点 这还没有效 那我们就打针 打针是从中枢神经 下四丘直接抑制你所有荷蒙 让你荷蒙短暂的停摆 造成像假停经的现象 也可以改善 这个药也在进步 以前是每个月打一针 现在三个月可以打一针 也在审视 可是其实有很多的进步 我觉得可以跟医师商量 因为我自己门人 最常见的会跟病人沟通 你要哪一个 因为每个费用 或者是代价不太一样 可是最常害怕的是 病人其实自己不知道 自己要什么 但是你不用懂病 但是你可以告诉我 你要的是副作用少 还是要效果好 还是要省钱 其实这几个可以跟我们沟通 不同角度的商量 那可是既然刺发性那么痛 大家会忽略吗 应该痛就去看医生了 不一定 因为刚才讲一件事 就是说有些人会把 这个刺发性痛经 跟原发性经痛 把它放成跟年纪相连接 也就是他就会觉得说 如果你年纪很轻 你一定是原发的 就是反正真的没有用的 之前有一个女生 她是什么呢 她是 其实国中就开始 就可能月经来 开始没多久 她就开始会很严重的痛经 就后来有一天 痛到受不了 痛到整个人就是 冒冷汗 后来昏倒 说她真的很痛 送去才发现 她有一个软巢囊肿 还是什么 后来好像说已经爆掉了 就是她一直累积在那边 因为她并不是 没有原因的痛经 其实她的痛是有原因的 可是因为他们当时 看她的年纪就觉得这种 就是结婚会好的痛经 就导致她最后严重到送医的时候 她那个囊肿已经爆掉了 所以我觉得 因为还有很多其他原因 像以前有人放到很久 才发现她其实是一个肿瘤 比如说她是一个子宫颈癌或什么 但她觉得肚子痛 所以应该是痛经吧 就太直接的连结 那我想要问黄医生 因为我曾经有一次 就精通到很严重 然后就赶快送医 就医生就检查出来是骨盆腔发炎 然后就马上安排住院 等到出院之后 医生有跟我讲说 那骨盆腔发炎很容易再复发 尤其是免疫力下降的时候 或是一些就是可能不好的生活习惯 那要怎么样去调整 那这听起来好像一辈子就会 好像一直骚扰你了 对 就曾经有这种问题 其实在生活住息上面 大家可以注意几个东西 因为反复性的发炎 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减少你的发炎 那饮食上面像Omega 3 就是属于比较能够减低发炎 反应的一个食物 那从像 这些东西你可以多摄取 另外就是像那种 痙攣性的一些疼痛 然后或者这种发炎的状况 其实 另外的话就是因为骨盆腔的话 可能像蔓越莓 或者是优格那种东西 就可以去尽量地去摄取 然后多喝一点水 那另外的话就是生活作息 就是睡眠一定要充足 然后规律的运动 那规律的运动 其实它对于我们的妇科 会很有帮助 因为你在运动的时候 它其实对你荷尔蒙的调节 是有帮助的 那所以我们就是规律运动 那运动一个礼拜 大概就三次 然后稍微有点冒汗的这种运动 然后你要去慢跑 要去走路 这些都可以 但还有就是 你刚才也有说到 这个骨盆 如果你做的那个姿势 一定要这么样地夹 夹白吗 吃累了 骨盆走位了 可能你的妇科 就会不舒服的症状会跑出来 所以我们又没有办法 针对了比如说骨盆 怎么样做一个 调回来吗 对 调整 我们来以后这边舒服一些 健康性 可以做一些自我的调整 骨盆的运动 怎么做 来来来 骨盆舞吗 好 我们要做的这个运动呢 就是主要是对我们的骨盆健康 它有一点点性感 所以在做的时候呢 对 我们要做 对 我们这边有个椅子 对不对 我们就是要对着它 把脚跨上来 对 然后我们把它跨上来之后 我们的人是正的 所以我们的骨盆 它是跟你的脚是一样的方向 你的脚趾头 把它挪到正的方向 就是脚不要开开的 对 让它是正的 这是往前 两脚都往前 两脚都往前 对 然后这个椅子呢 对我来说它会稍微高了一点点 我们需要高 我们的椅子呢 让我们的膝盖刚好 差不多是90度 对 好 然后完了之后呢 你一只手放在这边 另外一只手插腰 然后我们用肚子的力量 然后跟你骨盆这个地方的力量 把身体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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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开 转开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 你的大腿内侧这边到鼠膝 到你的下腹这个地方 是有被拉开的感觉 对 好 然后稍微停住的时间 大概是30秒钟 好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肚子记得一定要往内收 然后往上提 因为如果不这么做 就会变成这样 所以会差很多 然后我们就是挺起来30秒钟 然后之后再回来 放下来之后呢 我们要坐另外一边 好 所以转另外一边 大家脚放上来 好 然后一只 一样准备动作要做好 就是一样我们的脚对齐 然后手放在膝盖上面 另外一只脚插腰 手插腰 然后呢身体转转转转 就转另外一边 对 要转到底 就是要转到你觉得不能再转了 这个时候侧腰的地方 也有被拉开的感觉 对 然后我们一样停住30秒钟 然后回来 那我们就来回做5到8个来回 这样子 这样就可以做 每天都要做一下吗 对 就是要我们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这个 鼠息这个地方 很少去做到扩开的动作 对 然后就让它有一些活动 那尤其对于 如果常在翘脚的女性朋友 对 这个更重要了对不对 对 因为我们平常都是这个方向 对不对 很明显喔 理理好不好 对 我平常都是这个方向 我们要做另外一个方向 对 好不好 所以每天稍微做一下下 相信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好 当然啊 我想啊 我等我身完再来做这个 是 育腹不能做啊 这个要留意一下下 好 所以这个筋痛呢 妇科这不方便 对很多女性来讲是 又爱又恨啊 所以不舒服起来是恨死了 但是呢 至少有来 对啊 对不对 对 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不要自己猜测 不要自己当医生 我们就给医生或专家 稍微的咨询或检查 稍微比较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